1600新經濟颱風 我們剛看到接力來 使用也讓菜價實在是hold不住 因此傳出一顆賣相不錯的高麗菜 竟然要價400塊錢 菜價什麼時候才可能會回穩呢 好 例如觀眾朋友 或許大家的心態都是一樣 還是要吃青菜 但是菜很貴買不下去 有多貴 剛剛例如提到的一顆400元的高麗菜 那就是因為高山的高麗菜貴 而且比較大size的 我們細細來看 最近台北市的攤商都說 的確高麗菜貴 因為是從山上運下來的 再加上颱風接力影響 之前有蘇拉颱風 現在是有海虧 所以大概是這麼大一顆的高麗菜 大概要400元 還有包括菜市場有些攤商很聰明 說對半千 你買一半大概200多塊吧 還有其實貴的部分 大概像是小黃瓜 這個批發價也漲到了1公斤65塊 玉米1公斤80元 今天因為傳統市場修飾 所以預期得到明後兩天 你去傳統市場 發現菜價貴得驚人 那麼在豐原這邊有中盤商說 菜價短時間之內真的降不下來 因為有些蔬菜區還在復更 但是雨又下下來了 中埔山區還有包括像是在 南部地區的平地都受災 我們再來看看 北農要如何請假 啟動這個平價措施呢 北農說後天開始會啟動了 蔬菜的平價措施 首先合作的就是全聯了 其實北農有供應到全聯195個門市 蔬菜的部分呢 會提供50.2噸平價的蔬菜 業菜類也多 所以讓大家來選擇 那麼其他選擇呢 還有包括就是量販業者了 農糧鼠是跟家樂福來合作 那麼提供的這樣的一個 供應量也是足夠的 每個星期會有特定的一個優惠 再來看到愛買說 台中以北的生鮮備貨 已經提升到了60% 除了蔬菜之外 有些罐頭啦 或是泡麵也有特價的優惠 我們就來看看 9月中之後農糧鼠說 菜價會平穩 所以今天一大早 好多民眾排到了量販超市 去找蔬菜 好 當然我們知道這一次 颱風受災最嚴重的就是在 花蓮 台東 高雄 屏東等地 所以我們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在家中有出現 災損要先拍照存證 稍後才可以在30天內 提出減稅的申請 更進一步詳情來請教好題 好的確 例如剛剛提醒的是對 災後的30天之內要提出申請 但是請記得 花蓮 台東還有高雄 今天是停班課的 所以電話先不要打 我們先學一些方法 包括像是假設 房屋像這種青鋼架 整個天花板塔下來 或者是路數倒塌 壓到了自己的愛車 都可以拍照 甚至你錄這個短影片 都是可以的 那麼接下來怎麼做呢 我們來學方法 就是透過了電話 傳真 郵寄 或是你跑到了地方的稅務局 還有各公所 村裡辦公室 或是跑一趟國稅局去辦理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證明說 的確你就是受災了 我們再來看看四大項的部分 可以減稅 甚至可以免稅 像是有些受災比較嚴重 山崩 土石流 導致土地沒有辦法使用 地價稅就全免了 另外房屋稅 受損的狀況不一樣 當然減免的稅收也不同 受損30%不到50%的話 減半徵收 但是房屋受損超過了一半 那就是免徵了 那麼再來看到大家的愛車 像是機車或是汽車變成了泡水車 你要報停或是報廢 那麼很可能你就要錄影片了 去看看發動一下到底能不能用 有的部分是按日來計真 那麼可以退 那報銷的話就要來辦理退稅了 最後這是娛樂稅 你開店做生意的 沒有辦法做生意 它是按天數來按比例來和解 所以災後受損的部分心情不太好 但是在自己的權益部分還是要來照顧 那麼再來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颱風過後相關的一些受災 申請減稅的狀況 好 除了降低災死 我們要來看到基本公益審議委員會呢 即將在星期五登場了 明年的基本公司調補有望超過三個 百分點嗎 繼續請教好聽 好 其實蔡政府已經連續七年了 調漲了基本公司 會不會是連續八年調漲呢 我們就來看看 9月8號要登場的基本公司審議 就是勞資方的大角力了 先來看 很可能 他這一次的調補會上看3.5% 那麼考量的因素有三個 勞團認為說外食費高 租金又貴 你只調3% 其實很難反映現實的狀況 還有最最重要的就是通膨 一定要納入重要的考量 那麼政府呢 是想要改善低薪的立場 還有包括時薪跟月薪不要脫鉤 其實呢 有一個計算的公式 也叫做默契把 左邊的這個圖表我們來看 按常規呢 跟這個GDP 還有包括CPI年增率 一起來看的話 明年的基本公司調幅取整數 至少要有3% 能不能夠超過3% 來到3.5% 我們就看星期五的這場的會議了 最後邀請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立刻下載TVBS新聞APP